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的1月17号星期三 昨天 还是前天 其实算 爱你从前天 前天讲了温铁军的两个大循环 实际上他这国际大循环讲完了 后面剩下就是国内大循环 国际大循环 他也不太敢说 说实话 国际大循环的时候 他敢说 国际大循环的时候 也是收起来了 所以到国际大循环的时候 东西特别少 基本上也没说什么 然后我一看 看着人也不多 也没什么意思 本来想着就不讲了 就算了 但是今天好几个小伙伴来问 说这第四段都没讲 还差第四段 今天把这第四段给你讲了就得了 反正也没有多长时间了 好不好说一下 最后他说再来说一下 中国的国内大循环 有没有条件的搞起来 他说过去中国 有过不靠国际大循环的客观经验 也有被人家的封锁制裁的经验 刚才讲到的60年代的被苏联封锁 90年代的被美国主导的西方 单方面封锁等等 就是8964 他说只要我们认真的总结这些经验 今天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应对策略 应该是有一定的实现条件的 但是说的其实也是很含蓄 也是没什么太大的信心 文静俊尔还好 他不是那么瞎吹 他不跟金灿荣 胡卫进 张维英他们似的 就闭着点瞎吹 他还好一点 比较坚军事实真相 对吧 他说再进一步来看一些积极因素 中国自1998年转向逆周期以来 这个就有问题了 中国自1998年是转向逆周期 但是到习近平又开始顺周期了 他也又顺着美国走 你知道吗 你碰上个 碰上个笨蛋的 当一把 真的是头疼 他说中国自1998年转向逆周期以来 实际上依靠投资拉动 已经形成了千万亿级最大规模的设施资产 这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 只不过没有做到制度性的激活 而大量的表现为沉淀资产和沉没成本 人民币尽管是一个独立的主权货币 但过去在国际大新环主导的发展格局下 超过百分之七八十的货币是以外汇为依据 大量的靠着外汇储备来对冲的增发的 也因此客观上导致了人民币的货币主权属性明显弱化 其实在这我要说一点 就是说美国如果真的制裁中国的话 不让中国用美元的话 对美国的伤害可能比不让俄罗斯用美元伤害更大 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可以不买中国的产品 但是有一些国家他还得买 如果你不让中国用美元的话 就怎么办 那些国家就必须用人民币 你懂吧 俄罗斯还有个什么呢 俄罗斯还可以就是说 如果你们不要卢布 还可以用人民币 对不对 俄罗斯他也接受 因为俄罗斯他人民币他有用 他要跟中国买一些东西 他因为西方在制裁 他可能要跟小家电一些东西都要跟中国买 对不对 然后他又卖石油给中国也收人民币 所以他拿人民币他可以 而且俄罗斯现在给日本做一些经济的一些付款 也都付人民币 当然日本也没辙 俄罗斯来了 就是给你三个选择 一个俄罗斯的卢布 另外一个印度的卢比 另外一个人民币 日本说你给我人民币 我求你 我靠 你千万别给我卢比 太硬 那不好擦屁 太硬 太硬 所以俄罗斯现在是他买东西 他给外边钱 也都用人民币 然后现在甚至他逼着印度 要跟他买石油 也要用人民币 对不对 如果这个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 美国得的中国制裁的话 如果他不让中国中美国了 那人民币就真就逼了 那整个中东 中亚 包括俄罗斯 可能就全都用人民币了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 很多人要中国买东西 最后直接只能逼着用人民币 美国真的要思考一下 就这个东西能不能逼 对 你逼俄罗斯可以 没有人 大家都不愿意要 都不愿意要卢布 但是人民币还是有人要的 对不对 日本到最后也要了 也要了人民币的 没有要卢布或卢比 都不要 就要人民币 对吧 所以呢 你这个真的要想清楚 好 接着说 这段是我加进去的 接着说 他说 那么怎么把人民币重新描定 回到国家资源主权可控的范围内 这就是国内大循环 是否能够真正成立的 最关键因素 假如我们能够把金融工具 嵌套 把国内资本市场的手段的入活 让它来激活我们长期形成的沉淀资产 把那些设施性的沉没成本的激活 那我们很有可能就有构筑 国内大循环的基本条件了 但在这里面非常的含蓄 基本上什么都没说 你懂我意思吗 他都在影射一些东西 最后 当我们强调国内大循环为主的时候 不是说就不要国际大循环 或者主动的退出国际大循环 先不要去用意识形态化的话语 比如是否要闭关锁国之类 没有任何依据的说辞去带节奏 当今世界没有谁还能闭关锁国 也没有谁还能走回到原来的体系之中去 这个都是对的 大家可以 还是比较 比较温和 比那些就是说胡吹的 其实要温和一些 而且真的就是说 了解现实 陈述现实 然后从事实出发 这个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能看得出来 他其实也不是说 对国际大循环就特别的有信心 对吧 搞不好可能需要出问题的 对不对 然后就是说 无论如何尽量不要放弃 国外的国际大循环 明白这意思吗 好吧 所以最后这点 我觉得其实本来没什么意思 就不想说了 但好几个小伙伴来问的话 给你们讲一下 发出来就是最后这一段 那么这个 但是整个他的所谓的两个大循环 就都讲完了 好吧 那今天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